團島美食之旅 大家喜歡吃辣碗嗎 今天第一天我們即將這樣 從西部這樣須腿下去 好好吃喔 飯真的蠻多的 好 安心 走 大家好 我是海莉 今天又來到了 應該是每兩週一度的 環島美食之旅 環島是有土薄不是蓋的 今天這個環島美食 是台灣獨有的肉丸 大家喜歡吃肉丸嗎 我這一次在我的IG 收集這些店家推薦名單的時候 發現說肉丸 很多女性觀眾浮出來 推薦我名單的比例提高囉 感覺女生會很喜歡 像我個人我就是肉丸 愛好者 我很喜歡吃QQ的東西 所以這次我非常期待 我們第一站來到了基隆 很多在地人推薦的春美肉園 我們直接去吃 評分 第一站春美肉園 這上面看得到 它其實算是比較薄的那種 QQ的皮兜 香菜 然後跟這個醬 大家是香菜派還是反香菜派 我個人是香菜愛好者 我夠OK 安晴 我可以啊 妳也可以 香菜OK 它不像是一般肉圓 是一坨圓圓的 然後皮肉分離 我剛剛一戳 它是一塊一塊的肉耶 然後我覺得剛剛肉吃起來 它有帶有一點點 可能是旁邊的皮 或是筋的部分有點咬勁 然後再加一些筍絲筍乾 它是分開的 不是像說外面可能現成的肉圓 是全部筍乾跟肉混成一坨 它沒有因為它的醬或是肉 而去沖淡或是稀釋掉 它筍乾的筍味 我比較喜歡它的餡料 我覺得皮是咻 但偏軟 所以這一次春美肉園 海力評價 一樣滿分7顆 4.7 4.7 4.7 就是 我覺得中間的肉跟筍乾 有讓我驚豔 然後醬也搭配的不錯 但是皮就是 我還要不吃一天 今天第一天我們即將這樣 從西部這樣行回下去 晚上住高雄 所以今天有很多顆肉圓要吃 在在繼續南下的路程之前 我必須先去基隆 我一個秘密基地 補充一下我的糧食 我的蛋藥 我才能有精神有力去上路 好 我們再吃一吃 趕快給它去秘密基地補貨 環島肉圓美食之旅的第二站 不是肉圓潭 是飲料店 登登 因為海力我本人就是一個飲料人 我到全台灣各地 都有自己的飲料推薦名單 來到基隆 剛剛吃的春美肉圓 旁邊 距離大概一公里左右 基隆旅中附近 我給大家看一個 就這個 妳要喝的嗎 對啊 好啊 那妳自己喝就好了 不算我 因為其實我平常來唐晨或是其他飲料店 我都點一般的 但我覺得我們要吃三天兩夜的肉圓 身體應該不太健康 而且我跟安琪的習慣 我們也不會特別去點蔬菜來吃 不會 所以我覺得透過飲料 要不要喝喝看 挑戰看看 我會苦瓜 好 我點這個安琪妳要喝什麼 葡萄藥綠 好 可以 那我就跟老闆點 那請問這個甜度可以調嗎 可以 我們這樣的東西都可以自由調整 但是一般如果客人有點到水果類的話 基本上我們不會主動去問客人說 他要什麼甜度 是因為客人他不知道我今天買回來的水果的甜度在哪裡 那我會依照每天 柴過河的水果的甜度下去做 所以 所以如果妳有需求 妳就跟我講妳的需求 那我就照妳的需求 我就用妳們推薦的 好 沒問題 喝飲料 我跟大家說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吃過苦瓜過 但我就是今天有點任性 有點反顧 就有點想說 欸那我們喝喝喝看 出乎意料 鳳梨味很濃 還OK 至少為我們這三天 即將吃不到蔬果的旅程 加上一點點健康的東西 欸妳要喝喝看 我 妳喝喝看啊 唉唷 我幫妳摺 妳可以摺 我幫妳摺 一開始入口的時候是鳳梨的甜 然後 嗯 尾韻就有那個蔬菜的味道 安晴是貴婦吃不了苦 我不 苦瓜 我真的是不行 先陳葡萄柚日 我跟大家說 因為我自己也喜歡吃葡萄柚 但我又很怕葡萄柚到 有一些可能白酒了 或是它先炸出來 然後之後再把它加進飲料的時候 葡萄柚會有點轉苦 對 苦到會有點不舒服 可是這很好喝欸 這很順 它不苦 真的不苦 我是覺得 因為這間唐城 它只有在基隆一家 它沒有連鎖的 所以如果大家來基隆廟口這附近玩 或是路過附近 真的可以合合看 妳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中壹這裡叫做現大脆皮肉圓的一間店 看起來超好吃 賣相很好欸 然後一樣 裡面有香菜 但旁邊的醬就跟 剛剛基隆那不一樣 旁邊的醬有一點是半透明狀的 然後再是醬油的那種咖啡色 黃金的脆皮的感覺 有沒有聽到 裡面的肉呢 它是比較絞肉的形態 好好吃喔 它的肉雖然是比較絞肉形態 但是很嫩 然後吃下去也是 它會化開 外層是酥酥脆脆 然後裡面一樣 有一點點皮QQ的感覺 但還是以脆的口感比較多 這是我第一次吃這種脆皮肉圓 我覺得很特別欸 尤其因為它的肉圓炸得很脆 但是不油 那油粒的很乾 然後全部切好 然後醬很 有那個透進去 然後肉又醃得不錯 我覺得蠻喜歡的欸 我第一次吃脆皮肉圓 我給它比較高的評價 5.02 滿分厭7分 超過5分值得一吃 大家可以吃吃看 大家看到那個 這一間脆皮肉圓店的門口有貼 它是使用台灣豬肉 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 這一次肉圓環島 如果每個店家有貼這個標示的 特別拍出來給大家看 因為大家知道 現在豬肉 大家有一些 不同選擇的狀況在嘛 所以我覺得 盡可能的公開透明 拍給大家看也很好 希望有幫到大家 平竹鷹王肉圓 平竹鷹王肉圓 剛一上來我整個嚇到 上面滿滿的 這是蒜泥嗎 還是蘿蔔泥 很新鮮的蒜泥欸 是很嗆 然後整個刺激你舌頭的那種 然後整個它的賣相 跟我們可能台北啊 甚至我在宜蘭吃過的肉圓 完全不一樣 它一坨而且感覺它的皮是比較厚的 然後裡面的肉可以直接翻開看 它是比較像是紅糟 甚至像紅麴的這種肉的感覺 然後裡面呢有幾個 這是蔥段嗎 然後醬也是橘橘的 但是比較偏透明一點的感覺 這一間的皮又比第一間的春梅還要軟 但是醬跟那個蒜泥真的很夠味 它肉跟第一間的春梅也比較像 就是一片一片的 不像是第二間炸的那個 它是一坨肉 比較腳比較碎 聚在一起沒有 它一片一片 所以我覺得這樣吃起來 整體是比較重口味的一個肉圓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吃更Q的外皮 所以這個吃起來我就覺得 我比較喜歡它的內餡 海力評分 4.58 也有可能是我期待太高 因為有很多人推薦 如果你不是特別喜歡吃蒜的人 我覺得我會建議你跟老闆說 蒜泥的量少一點點 會更吃得到這個肉圓的好吃的味道 對 蒜真的蠻多的 而且很重 請問有誰可以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要去敲敲門嗎 我不知道耶 可是裡面燈是暗的 蛤 好可惜喔 這一間湯匣大肉園 蠻多人推薦的 我也蠻期待的 但是就很可惜 還不到 我們下一個點 Go 回到我們Focus Active上面 我現在在Focus Active的後座上面 我要進行一下神聖的工作 妳要幹嘛 挑飲料 第二站到湯蒸的飲料店 我們就想說今天 就是環島長路慢慢要到高雄 我們不如多杯一點飲料在車上喝 堅果類的養生的 我們都已經喝完了 甚至是可以擺一下子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Focus Active 它的後座 因為這台車大家說 它是跨界休旅車 跨界休旅車呢 很多人就是會在家人 在朋友 你同時要有舒適性跟機能性 後座空間 我們看一下 這是前面駕駛座 已經是我的標準駕駛 駕駛姿勢 這個超難唸 唸一次 標準駕駛姿勢 好 通過 我覺得駕駛座後方 西部空間意外的寬敞 頭部空間大概是一個拳頭多 然後呢 後座 我這樣看起來我比較不喜歡 是它裡面比較短一點點 我的腳如果是立起來的話 這邊 腳的軋直窩 是有一個空隙的 沒有到非常直層 然後後座這邊 還是有觸風口 還OK啦 好 我要回到駕駛座 然後繼續散路 台中無記脆皮肉圓 看到很多車 然後很多人都是來吃 來買的 然後就看它招牌上面 就很明顯的字寫說 現炸不一樣的肉圓 不好吃 免錢 超宅 那我就吃吃看喔 感覺跟中麗的那一間 現在的脆皮肉圓不一樣 中麗那一間吃起來好像 好烤很像吃餅乾的感覺 它的脆皮跟裡面QQ的感覺是1比1 但這個呢看起來是外面有炸過 還是有脆的地方 但QQ的地方有更多 所以是脆1 QQ2的感覺 我覺得吃起來很像古渣 你有吃過古渣嗎 就是宜蘭的一個名產 外面也是這樣子脆脆的 然後裡面也是像這樣 有點勾勾軟軟的東西 皮的Q度比較軟一點 然後中間的料可以看到 它的肉一整塊的 然後它的筍 它是切成筍塊 然後筍塊蠻多的喔 幾乎整個下面這樣鋪滿 它裡面的豬肉 我像是剛剛英王 它可能是弄那種紅糟 或是紅汁來醃過 會有其他味道 它這個豬肉還是保有 原本的肉的香味 脆皮肉圓的話 我還是比較喜歡中麗那一家 真的夠脆 就是夠有口感 這個呢就是外面炸過 裡面Q度還有保養 海力評分 4.9 就是好吃 但是脆皮的話 我會更喜歡中麗 那我可以不付錢嗎 呵呵呵 沒有 還是很好吃 最期待的彰化阿三肉圓 阿三肉圓 佔據了大概八分之一 左右的投票率 它也是脆皮的肉圓 這上面的蒜 融醬也是 不黃鍋這樣 也是 滿滿的一坨 它的這個脆皮 就比剛剛台中的 脆皮肉圓還要脆了 它這個有點像是那種 派克雞排的脆皮雞排的皮 比較烤烤烤烤 然後比較大片一點 可是中麗那個 它是像那種薄餅的脆片 感覺比較細緻一點點 喔 香菇耶 還有這是蛋黃嗎 有沒有 有耶 層次很豐富耶 很像在吃肉粽 而且我覺得外面的醬 也很像是那種 中南部肉粽這種醬 很刷水耶 它的肉感覺是有裹粉的感覺 它外面還有包裹的一層 可能是它的醬 或是它的裹粉 因為肉裡面也很嫩 可是外面會有一個 有點像是筋 或是軟軟的口感 我覺得它這個肉圓是 層次很豐富 外皮很脆 然後裡面也有不同的配料 有蛋 有香菇 然後再加上肉 所以你吃起來 你會一口接一口 感覺在吃一個 一道完整的料理的感覺 我覺得中立 它是它的外皮 真的是炸到脆到讓我驚豔 我覺得很順利 而且它小小顆的一下 就吃了完 可是阿三是五項均衡 然後皮也是很脆 不會給阿三比較高分 喔 但是中立 就是些微至少 我覺得中立的那間也很好吃 但是阿三真的是 層次很豐富 我會給它 5.1分 哇 好難得喔 好難得嗎 但是 這真的是很特別欸 我在北部沒有吃過這樣的味道 跟這樣的組合 這間阿三 聽說 它最厲害的是 它早上會發售一個叫做大肉圓 裡面有包干貝的 一顆90塊 但是限量發售 我覺得有機會的話 我一定會想來再吃一下它的大肉圓 還有另一家是 也很多人推薦了 北門肯肉圓 我們等下就走路過去吃 我們等下就走路過去吃 我們來到一樣是彰化 然後在阿三肉圓旁邊 車程沒有幾分鐘的北門口肉圓 這間肉圓我一定要來是因為有很多人推薦之外 我的大學宿舍室友 他是彰化人 他也只虧這一間 我就想說 欸 那一定要來吃吃看 但現在呢 這間北門口肉圓 是我們今天吃的吉家下來 單價最高的 這樣一顆50塊 炸得滿酥脆的烤烤烤的感覺 我覺得北門口的肉比阿三這還要嫩 它裡面也有香菇欸 好像 這什麼 欸 也有欸 也有欸 也有帶了欸 我真的第一次吃到料這麼豐富的肉圓欸 這一顆50塊 我覺得比較貴一點點喔 因為畢竟它是皮嘛 然後肉一坨 然後它的皮也是比較厚的 然後炸的呢 感覺沒有像阿三那麼酥脆 那麼味蜜 已經變成白白的那樣脆皮 這感覺也是跟台中那個比較像 就是稍微炸過 讓它有口袋 最近跟阿三很類似 但是因為它有價差 5.072 就是差一點點 但我覺得口味很類似 然後這一間的醬比較甜一點點 如果你是 可能台南人比較南部 口味比較偏甜的人 你可能會比較喜歡北門口 好 我們現在吃完彰化的第二家 北門口肉圓回到車上 但是呢 真的吃太多肉圓 口感舌燥的 每一家的炸物 然後再加上醬 其實負擔是蠻重的 真的不要學我們 環島一直吃肉圓 我現在覺得我嘴巴好像某個地方 又快破掉了 炸物真的不行 而且安琪 剛剛真的是收養 她剛剛說 那我要查一下 肉圓一顆肉量多少 她查完 她說 四百多卡 四百多卡 好好的解膩 我們今天環島肉圓之旅的第一天 最後一站 現在要到雲林 我們原本是預計說要吃到台南 但發現說台南有一個很多人推薦的家裡肉圓 剛好禮拜二禮拜三公休 環島今天是禮拜二 然後明天禮拜三兩天都吃不到 太可惜了 如果你有吃過家裡肉圓的人 趕快留言跟我們分享 看一看我們錯過了什麼東西好不好 南投我們也因為時間關係 真的去不了 對不起 Sorry南投的鄉親鄉民們 我跟你們說 我已經想好了 我下次就直接去南投吃爆 各種什麼臭豆腐肉圓 南投有沒有烤玉米 什麼都推薦給我好不好 南投人站出來 騎起來 跟我講一下 你們南投有沒有好吃的 好喝的 好玩的 跟我說我下次跟安琪 我們就直接開車下去南投 我玩兩天一夜好不好 好我們下一站雲林 GO 雲林這一家 它寫說60年雲林在地農店 而且它在全台灣好像有 各個地方都有連鎖的 油炸的肉圓之外 它有一個叫川麻肉圓 是用滷的 看起來超好吃 可是他說賣完了 怎麼現在中南部都有流行 那種快賣完的品項 對啊 剛剛彰化是大干貝肉圓 兩家 阿三跟北門口都賣完 現在川麻也賣完 沒關係 我們吃一下傳統肉圓 它肉也是鹽子果 我朋友抓一些粉 所以它咬起來也是很嫩 我覺得因為它的筍切得很小 比上級大家是一大塊 一大塊比較有口感 它沒有任何脆的口感 就是單純的Q 然後是把這個Q的 這個本分做得很好 你看 而且它就是有點透明的那種感覺 對於鹽子我比較喜歡它的皮 如果你跟海莉一樣 是喜歡QQ皮的人 我覺得你會常來吃這一間 很有嚼勁 然後現在單顆30塊 是我們今天吃下來 單顆膽甲最低的肉圓 所以以海莉個人喜歡 這種QQ肉圓的評價 我給它4.99 我會希望它可能是 切更大塊一點 然後讓內餡的口感更豐富一點 對 4.99 就是如果你剛好來附近 或者來彰化碗 我會建議你來吃吃看 接下富豪 好